一、现代战争中的大兵团作战以战仰战的奇迹,以战仰战作为战争中的最高境界。 在冷兵系时代,已经不多见。 在现在战争武器装备,对后勤要求非常之高的条件下,是很难办到的。 但速率却做到了苏中、速北、鲁南、莱鞍、孟良固等一系列战役最具典型意义。 华东野军以缴获补充武器,以俘虏补充兵源。 从小到大,从弱到强,并且完全靠缴获成立了一支炮兵纵队。 国军在华东从以旅为编制行动,到以一个整编师为规模。 华东战场上的国军,出现过九个师,集结在一起的方阵。 最后淮海战役中的华东国军,完全是以兵团为规模行动。 由此可见速遇给国军的压力。 南麻领取两个战役,为什么对华野来说算作失败? 损失倒是其次。 最重要的是没有尖敌武器弹药,不能从缴获中补给。 兵源不能通过俘虏补充。 对靠战争补给的华野来说,这种无形的损失更大。 如果放在东北,根本不成为问题。 四平攻坚战,德会战役,农安战役林彪受的损失也不少。 但背靠苏联的强大武器补充能力。 东北的兵源没了还有朝鲜。 因此不熟悉历史的人根本看不出来。 48年初,素玉发给中央电报中,就提到木部队大炮不少但炮弹极为紧缺。 陷入了有枪炮无弹药的尴尬境地。 素玉在玉东战役中,开启封的目的之一,就是开封城内的弹药装备。 怀海战役规模前所未有。 实际弹药消耗差不多是辽沈平津两战的总和。 靠玉东济南两侧战役的缴获根本无力攻击。 于是才有大连到烟台的海上运输线。 所以素玉在战役结束后就说,战役取得胜利第一攻是山东的民攻,第二就是大连的炮弹。 这其实也正是一个天才军士家的售后勤条件制约的无奈感叹法。 二,父辈受敌的歼灭战孟良固战役。 东北林彪打不动新一军新六军,素玉却能全间整编七四师。 有些人就得出新一军新六军比七十四强的观点。 在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,就部队装备来说,七四师和新一军新六军不相上下。 部队战斗力七四师和新一军不相上下,比新六军高出许多。 一支部队打了胜仗战斗力就会提高,打了败仗就会下降。 在孟良固战役时七四师和华野交手互有胜败。 战力维持在远水平。 新一军在夏季攻势系列的胜利后,战斗力最高达到历史的巅峰。 不过这时,东北来了草包沉沉。 孙力人被脱离部队。 部队编制被打乱,从此一蹶不振。 因此,孟良固战役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来得那么简单。 孟良固之所以成功。 第一支四师被逼上山地驻不起攻势。 第二大量的重冠被带不上去。 水冷是机箱无水制冷战斗力削弱。 第三身处决地仅靠空投弹药食品饮水,不能得到有效补充。 第四章领辅,与八三师长李天侠有戏。 国军对肃裕的尾典打人非常忌惮。 所以八三师并没有派主力援军。 这一切战机都是肃裕捕捉和创造出来的。 孟良固之所以称为奇迹。 是因为这是一次副辈受敌殲灭战。 二五师和八三师一步,相距七四师不过几公里。 在战斗打响后,很快就能加入战斗。 其他个陆元军,包括第五军第十一师到达战场的时间。 最近一两天,最远不过几天的路程。 当时的情形华野大军,在里面围歼七四师。 外围国军各位不包围住华野大军。 其险恶程度,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 三,孤军深入的歼灭战亦东之战。 现代战争条件下,孤军深入敌后打歼灭战,也就肃欲赶坐。 现代战争条件下,后勤要求不再限于粮草。 战场上也离不开武器弹药的补充。 如果战斗失利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。 部队要么成为任人宰割的的云南之师,要么成为一支流寇部队。 在肃欲纪念馆有人认为玉东之战的第三阶段,是因肃欲贪攻打黄国焘,导致部队受了部分损失。 屈寿年被俘后就对肃欲说,华野部队有被拳肩的危险,应该马上撤走。 但肃欲坚持对黄伯涛不发起攻击。 同时下令对黄部攻击时不得穿插分割。 在黄伯涛求生无望连遗书都写好时,却突然撤走。 因为黄自东来肃欲东去。 在平原地区短距离大部队行进速度。 我军与国军相比并不占优。 不打就走很容易被黄伯涛扰住。 欲东之战可以说是整个解放战争中的转折点。 沉重打击了华东战场上,国军以兵团规模作战的信息。 此战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探势。 为解放军进一步兼敌重兵集团。 攻克敌兼顾设防城市创造了经验。 国民党国防部,在其中原会战经过级检讨中说。 此次律东会战,共军表现特意的有三点。 赶集中主力做大规模智慧战决战。 赶攻袭大据点,对战场要点赶做顽强固守。 反复争夺,济南战役徐州各兵团根本不肯去救援。 每天只前进几公里。 欲东战役后,毛泽东说,解放战争好像爬山。 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傲子。 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。 四、六十万对八十万的维歼战淮海战役。 六十万对八十万这样的大兵团作战。 敌我兵力对我比军少于敌军的情况下。 一般会打成击溃战。 打成歼灭战很难。 淮海名义上,虽然有各两大野战军共同作战。 刘邓大军实力太弱。 时中野全军仅有七十五毫米野炮两门。 山炮四十二门。 炮弹约两百发。 采击炮两百零七门。 炮弹约两百五十发。 每门炮平均只有一发炮弹。 凭借如此少量的炮火,根本无法压制住敌军火力。 因而攻击难以奏效。 无法达到迅速歼灭的目的。 实际上只起到了一个组员兵团的作用。 吃黄维兵团根本吃不动。 最后,华也派出了四个纵队加炮纵才搞定。 淮海战役从发起到统一指挥都是素欲提出来。 战场的大多数决策,大多出自素欲。 就连战争进行中部队的粮食攻击困难。 读素欲发现,并亲自制定解决方案。 五,投鼠机器的工程站上海战役。 有谁见过这样的工程,不能用重武器。 工程中便为停水没断。 三十万军队住房的大城市。 国民党的军舰,可以直接参战。 攻下来后完好无损。 这无疑是又一大奇迹。 1949年9月, 素欲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 会上刘伯承向代表们介绍说, 素欲将军百战百胜。 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。 这就是素欲。 他的命运是与共和国紧密联络在一起的。 他的名字是胜利的象征。 美国人眼中的华东野战军, 美国原华顾问团团团长包德温。 在大使馆里, 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, 华东共军的作战经验, 尤其是他们的进攻精神, 在共军中都是首屈一指的。 这一点, 甚至连装备最好, 人数最多的东北共军也比不上他们。 作为一名军人, 我对华东军事统帅陈毅, 和素欲将军的指挥艺术, 不得不表示钦佩。 和素欲将军事统帅。 和素欲将军事统帅。